哈利波特系列已经终结,但魔法世界却被我们深深记在了心里。 你知道那些熟悉的电影画面是怎样拍摄出来的吗? 看看下面这些对比照。 没想到电影中对立的角色私下关系这么好。 拍摄的过程看起来超有趣的。 一、拍摄阿兹卡班的《逃犯石》。 白方佐科朗导演很认真指导丹尼尔雷德·克里夫。 二、哈利波特与达利表哥的对决。 当时饰演达利表哥的哈利梅林还是个小胖子呢? 三、电影中的《哈利波特》深沉专注。 镜头后的丹尼尔却笑得很开心。 四、主角们准备体验骑士坠马鬼。 现实中旁边当然有工作人员啦。 五、电影中那些奇妙的道具现实中也有。 不过神奇的效果都是后期制作的。 六、开拍之前罗恩笑得好开心。 开拍后一秒变严肃脸。 七、电影中超帅的骑士坠马鬼。 现实中是这样的模型。 八、马基史密斯坐在那里等待开拍。 只看背影就觉得很有戏。 九、哈利和赫敏呢,虽然衣服一样但是不同人。 十、开拍之前导演例行讲戏。 十一、互斗魔法之前。 两位高手还是要先沟通一下才行。 十二、史上最危险的巫师佛地魔明明很帅气。 特效把他的脸都毁了。 十三、在电影中生死决战。 镜头后却有好拍照。 真是一秒钟出戏。 十四、不管什么镜头。 导演一出现就变得很好笑。 十五、混血王子的背叛中。 大家用餐前也要听导演讲戏。 十六、漏居的花园。 拍摄时竟然是这样的。 十七、不管是镜头前还是镜头后。 百哥马粪都超帅的。 十八、罗恩还在病床上躺着呢。 你们笑这么大声真的好吗? 十九、吉姆布洛班特与丹尼尔对戏。 没想到壮观的场景是这样布置出来的。 二十、阿布斯邓布利多在占星塔的戏份就要开拍了。 二十一、阿布斯邓布利多与哈利在洞穴中。 洞穴当然也是特别布置的。 二十二、最后一定要放这张。 小丹尼尔超可爱啊。 电影中每一个精彩的镜头都离不开幕后工作人员的努力。 我们电影吸引。 沉醉在故事中。 却不知道拍摄时到底是什么样的。 看看这些幕后照片。 拍摄哈利波特系列时他们应该很开心吧。